那賽馬場這個是其中一個評估的考量之一而已 當然呢 不過在整個實際的面向上來看 以世界各國上來看 很多國家都有這樣賽馬的賽事 那其中包括澳門 包括了澳洲 還有很多其他的國家 那麼其中香港的部分有兩個跑馬場 這香港跑馬場分別是在 有八萬跟兩萬的這樣的大的規模 那可以創造的整個經濟供應鏈 會是很驚人的 是很有機會 而且有大的部分是有機會來做公益 所以這才會是我們考量的原因之一 不過呢 在目前為止 都還只是一個創意發想的階段 他會進一步等到 在相關的法規 還有相關的局處首長 去做業務的實際評估之後 再來做考量 不過我們觀光局長他是表示 他們是預計如果一月有機會的話 希望到香港去做考察 那到EA去考到香港去考察的話 就有機會進一步的去了解 那麼就法規的部分 還有各種的面向來做討論 這絕對不是一個已經定案 具體要做的政策 而是我們會進一步把這個創意發想 來做落實 如果他在評估之後是可行的話 才有機會來推動 那昨天是那個市長提出的還是在場貨攤會的 這個提出來的 市長 準市長 更強大 所以可能與會者聽起來會特別印象深刻 所以就可能跟媒體朋友們一起來分享了 美國總統的 市長 其實也不一定是在練有牆 他的周邊的牆地很多土地的問題都可以被解決 那其實賽馬場需要的土地的形式很多種 您知道包括有的是需要草地的需要濕潤的土地 那有不同的形態不同的碼的品種 它有不同的需求的場地的土壤的性質 所以說也要具備一個賽馬場的規格 就要好多種不同的土壤 那我引進的是 所以我剛剛講的說不一定是在 高雄練有場有很多其他的場地可以考量 那麼引進當然不是只是為了賽馬這件事情 而是一個供應鏈 一個運動型態的供應鏈 它所可以帶起來的產業發展 這產業發展的經濟效益才是非常高 值得被考慮的一點 那至於場地法規 當然也法規的部分也設置到中央 那麼很多的場地法規 甚至環境影響評估等等 這都是必須要考量的點 所以但目前都只是一個發想的階段 需要等到就職之後 具體的評估才能夠做出定論 所以它會像相反那樣是比較博弈性質 而比較不是表演性質 其實都在評估可能的考量之一 如果說可以養豬馬匹 那這裡有些馬匹的這個形態進來 那就有相關的供應鏈可以產生了 那是不是博弈還是運動性質 還是展示跟表演性質 這都是可以評估的考量之一 所以我才說我們目前的這些都是創意發想 所以只是在會上面跟這些工商人的 經營會的朋友做一些創意 還有一些可能未來發展方向等等 這樣比較是idea的分享意見而已 其實並不是今天大家可能想到很具體 我已經規劃到一二三四五個步驟 這樣子的執行計畫 所以是不是場地在那裡 其實都還沒有去具體評估跑量過 昨天它是針對那塊土地的使用 在討論它們發行規律的這個方向 您在現場嗎 您在會場上嗎 對 所以這報導不一定就是 因為我們都不在現場 報導有時候是經過現場有些人士的轉述 其實有時候並不完全是他所講出來的話 我也不在現場 我跟各位在一起 跟大家一起出來了會場 所以我現在強調的是 這個只是一個在一個閉門的會議上面 去分享一個可能會有的發展方向 它並沒有已經具體實踐成為 我要在什麼場地什麼時間點行動計畫 或者是我的具體的相關涉及的法規 都評估完而有的一個措施 或者是一個辦法 所以就請大家就是說 理解到說它這不是一個 已經具體確定要執行的政策 等到評估包括各個首長跟專業的評估之後 那考量過相關的中央地方的法規 才會成為確定要執行的計畫 好 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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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只是說在徵詢過程當中 如果要尊重這個單位企業的這個主管啊 首長啊 可能都會在其中會跟借匠啊 或是等等的這個考量可能都會 在禮貌上會做一點徵詢 請記者 請記者 請問一下那個麻花卷 因為那個 因為我們業者 他所提供的 現在好像小樓住的區域 他們覺得這個人好像有一些 對有一些正義 那我們會改變計畫嗎 還是說 市長知道這個人有這樣 我們只是買麻花卷 我們只是一個消費行為 然後支持一個 可能是弱勢的擔心的爸爸 那他來承行那麼多次 如果真的我們的市民碰到了困境跟困難 就像吳寶春一樣 我們的商家 我們的個人 他碰到了很大的困難 而且到總部來承行這麼多次 那實際上他有一些困難 而我們實際評估考量 當然是因為我們就職典禮上 有送伴手禮的需要 他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採購行為 我們把伴手禮選擇可能在地的商家 而且如果他是剛好也可以做一些弱勢 經濟上的輔助的話 以一顆公益出發的心 來做一件公益的事情 但是我們不可能連 我們只是買麻花卷 都要去調查人家全部的身家 或者是背景是不是符合 但是我們也知道他本來就是一位更生人 我們都支持 不管是再重新出發 或者是什麼樣的原因 但是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是一個 在採購上本來就在就職典禮上有需要 用在地的商家來支持 我們就是又可以同時做公益 就是很好的事情 當然如果小琉球這邊的居民 他有一些希望一起促銷 屏東的小琉球的麻花卷 其實我自己也很愛吃啊 我之前去也都一定會買小琉球的麻花卷 所以我們就說如果有機會 我們歡迎當然一起來做 屏東跟高雄 一起串聯來做觀光供應鏈 我們可以一起來串聯一起做觀光 因為那麼近嘛 一定是有機會把屏東跟高雄串聯起來 它有不同的特色跟文化 所以沒有關係的 小琉球的這些商家們 他們說他們本來生意也就很好 那有機會高雄也願意跟屏東 我們一起來串聯 一起來推觀光 教委局長 吳龍鋒先生有被講說 他之前有被彈合過 那是不是這個部分 市長之前也有相關的 其實在媒體上所曝光這兩位 他的這個在偵詢跟約談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王淺秋 在稍早大概十分鐘之前 開了這場記者會 主要是講到了關於 在這兩天引發爭議的這個賽馬場 還有像是這個麻花卷等等的這些議題